从这个画面中呢 我觉得刚才所画的这个位置有点空 所以呢我就补了一片叶子 让整个画面 上面给人感觉又解满了那种疼漫的那种效果 然后这一副呢也是一样 在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 构图 这些 形体 后图上是否好看美光 那我这里可以再画一些疼漫 但是画一些疼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 不要太多 太多又显得太啰嗦 差不多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再教同学们画一下这一颗七星瓢虫 七星瓢虫我们画一个小一点的笔 这个小笔呢就笔尖 张一下 啊 张这个笔度张满这个 大红啊 然后笔尖再张一下 朱砂 猪砂 好我们来试一下七星瓢虫 拍着飞 那一张飞 那一张飞子 七星瓢虫其实很平常就是一笔 啊 圆一点 一笔 好 然后两笔 好 补一下 好 这个就是七星瓢虫它的外壳 嗯 但是有一些它是侧面的侧面的就稍微上面的比较细 下面的会比较多一点啊 这个形体上一定要注意好啊 有以前是正面的啊 就它背部正对着我们的啊 那就是左右啊 那就是左右啊 啊 但是这些颜色我们要注意 不要 太厌啊 我笔尖可以再调一点点 啊 紫色的颜色 好 例如 一只七星瓢虫 张在 红路上啊 一边是侧面的 一边是 看不到侧面的看不到啊 一边呢 又是 能看到的啊 头部 啊 不要太多 水分吸开一点 用浓墨或者胶墨 好 然后再画一下这个触角啊 啊 帮我出脚之后呢 再画一些脚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好 点上一些点啊 一定要注意好 这一个笔的水分一定要干 要吸的 刚刚的 再来画这一个瓢虫啊 那我的瓢虫会画在哪里呢 啊 我的瓢虫可能会画在这里啊 啊 让整个画面的构图 还有 美光上我觉得会 画在这一边吧 啊 啊 一折 在这个藤上 然后 落狂都在这里 啊 今天我就 在示范的时候就 讲了这两幅啊 画藤蔓的话呢 就稍微随意一些 好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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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得坐 这和